苗栗一名70岁的富人出门帮丈夫买完料布 返家途中行经苗栗公馆 路口左转的时候呢 惨遭直行的休旅车高速撞上 摩托车是卡在了休旅车的车底起火 人呢是瞬间喷飞 那当场就失去呼吸心跳 而送医之后啊还是不治 撞击的监视器现在也曝光了 唱面相当惊悚 摩托车路口左转惨遭直行休旅车撞飞 发出巨大声响 救护车消防车到场时摩托车卡在车底下起火燃烧 热心民众帮倒地不起的女骑士CPR 还有人拿来雨伞帮她遮阳 另外有人拿来灭火器帮忙灭火 救护人员接手把人抬上单架装上自动心肺复苏机 一路抢救送医 消防队倒场布水线洒水才终于将火势扑灭 事故现场碎裂的汽机车零件散落好几十公尺 休旅车车头还有摩托车被大火烧毁 挡风玻璃看得到受到撞击 碎成蜘蛛网撞 警方调查七十岁正姓妇人 三日中午出门买完丈夫要用的尿布 正要回家 行经苗栗公馆沿山道 仁南村十四支三号路口时左转 被要往桃源接客二十七岁的黄姓多元 计程车男驾驶装上 警方表示该路口不用两段式左转 初步研判机车左转要从外线切到内线 没注意内线有无来车 休旅车则没注意前方有车要左转 于是发生车祸 详细事故原因尚待调查厘清 记者彭黄许苗栗报道